优雅的跳躍旋转 她是俄罗斯花式滑冰新生代明星选手 年仅15岁的瓦丽娃 在广告中大展苦练的真功夫 而她更在今年的北京冬奥花式滑冰团体赛中 跳出了四周跳 成为奥运史上第一位完成四周跳的女子选手 一举帮助俄罗斯在花滑团体赛夺金 但是现在却爆出瓦丽娃的要剪没过 花滑团体项目的颁奖典礼因此延后 克里木林宫证实颁奖典礼延后 但是目前国际奥会还在调查中 有媒体报道瓦丽娃的药物其实是心脏用药 但是在禁药的检验中呈现了阳性反应 而因为她还未满16岁 因此不会对外公开药检结果 只是如果大会裁决有疑虑 可能还会取消俄罗斯的团体金牌 被视为夺金大热门的瓦丽娃 还在北京时和俄罗斯总统普琴视讯 看起来有点紧张 她在俄罗斯花滑界的知名程度 也让她成为广告宠儿 她也不时分享自己苦练的影片 但没有想到登上奥运舞台 却卡在要剪这一关 另外还有一位焦点选手 是南韩的竞速滑冰男子选手黄大县 大吼哲冲向终点线 前几天在团体赛中 杠上了地主中国队被判定失格 无缘争奖牌的黄大县 这一次在个人赛出赛1500公尺项目 终于一吐怨气 最后是以2分9秒219的成绩夺下金牌 和第二名的加拿大选手只差了0.035秒 而在个人赛中 中国选手任紫威也因为被判阻挡 加拿大选手失去晋级资格 TVBS新闻总和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